爸 你在天上當神明 我在地上當肉依 我爸在凌晨的時候找你 在跨年的晚上 我沒有陪我爸最後一層 工作有那麼重要嗎 都已經告別式火化了 我還要賺錢 其實我今天心情很沉重 因為我要講這個故事 但是從頭到尾 憲哥一直在旁邊搗蛋 所以現在其實 真的覺得還好有憲哥 就像在告別式 對啊 不可以 我們是綜藝節目對不對 所以你看 剛剛特別製作人跟我講了一件事 我們的執行製作 在跟它製內容的時候 因為剛好今天很多來賓 都是跟爸爸比較有故事 今天剛好就是要講爸爸 大家都唱歌給母親 給父親的不多 把最感人的那一部分 跟大家一起分享音樂故事 來 其實我覺得我還滿不孝的 國中的時候我爸就跟我媽離婚 然後我媽改嫁 然後我爸後來因為 我覺得心理影響身體 他就病倒了 身體一直很不好 我一直記得他小時候曾經 就是我們兩個人單獨開車出去 然後他那時候會抽菸 然後他是問我說 我要不要抽菸 我就說我不會 但是你不覺得很酷嗎 我就說對啊 那臭臭看我就拿來抽一口就嗆到了 然後他跟我說怎樣 抽菸不好吧 以後不能抽菸喔 我爸是這樣教我的 那時候我跟他說 爸你放心 我這輩子都不會抽菸 因為抽菸很臭還會嗆到 後來進了演藝圈 我拍了一部電影叫萌甲 導演跟我說 這部戲可能需要抽菸喔 其實我那個沒有想太多 我也忘記我跟我爸約定 我就學了 學了之後我就會抽了 然後我也沒有戒 那時候拍萌甲的時候 剛好發現我爸已經 甘有腫瘤 那就開始那一陣子我就 都會接他到台北 只要我有空的話 就是做一些酸塞治療什麼的 那我也沒有想太多 就是講 在爸面前還是抽 他就跟我說 你不是答應過我說 不抽菸嗎 我就說沒有辦法 我為醫術犧牲 因為導演叫我抽的 我也不以為意這樣跟他講 後來呢 就一年一年的到 今年的元旦的時候 跨年夜 他就是身體越來越差 然後住到安寧病房去了 我有一次去 他已經乾昏迷了 然後整個就是 嘴巴一直抖 然後呼吸很困難 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問護士說 我爸就這樣嗎 他要走了嗎 他是不是不會醒了 護士跟我說 對 剛昏迷的話 肝癌末期大概就是會走 我當下我就哭了 我崩潰 然後護士也不知道講什麼 可是我覺得老天爺對我很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個禮拜後 我爸居然醒了 醫生幫他抽完覆水之後 他醒了 我有好多話想跟他說 然後 我當下我就把我的手 放在他的鼻子 爸 你放心 如果觀音菩薩來接你的話 你開心跟他走 因為我沒有抽菸了 我答應你的事情我會做到 你不在 阿嬤我會照顧 你不用擔心家人 他們都會很好 然後我爸也笑笑的 我還問他說 你要不要跟我講什麼話 你可以跟我說 他說 阿嬤要跟你說什麼 你可以嗎 我就說 阿嬤你給我睡 結果因為我要工作的關係 那天晚上 我在阻止跨年晚會 我在陪大家倒數 我爸在凌晨的時候走了 在跨年的晚上 我回到台北 他已經 躺在 住念時 我爬進去 那個 住念的 師姐跟我說 不要哭 把你爸捨不得走 我沒有哭 我忍住了 我走出來才哭的 我永遠記得 我 我跟外景請假 因為我爸告別式 可是外景時間 早就拍好了 他們說很難醫 好 我就去錄影 告別式的時候 我特別做工 兩個小時參加完 我再重回去錄影 我沒有陪我爸最後一層 火化的時候我不在 我一直很討厭 我自己為什麼 工作有那麼重要嗎 都已經告別式火化了 我還要賺錢 我一度覺得 我在幹嘛 後來 我爸走了之後 我介紹一部戲 是寫給我爸的 是講 孩子跟爸爸之間的感情 我看完劇本之後 我就跟我爸說 我不管怎樣 我就是要拍這部戲給你看 我想我在拍戲的過程 跟播出的時候 他對我來看 然後 裡面有一首詩 我覺得很符合我的心情 就是 爸 你在天上 當神明 我在地上 當肉依 你在天上要保佑我 我會在地上失念你 然後 我會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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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沒有嘴覆我 我也會在地上 在陪陪 走過牛船航 陰莫的陪 不再想著話 講你著 不不用寡量 家裡裡 拐大四世 爸爸的臉上 所老的 是請咱一個換來的代價 是誰唱 一誰的 一步一步 甘難見過 爸爸的意想 跟三三年 慢慢 真正享受過 南有好 沒機會 因為一個人 像一個老伯 爸爸的辛苦 所老的 是跟咱一樣的 陰莫 一基草 一點路 一代一代 千手萬世 爸爸的意想 跟三三的 一代 千手萬世 南有好 沒機會 因為一個人 像一個老伯 因為一個人 像一個老伯 因為一個人 像一個老伯 因為一個老伯 我們不是神嘛 我們沒有辦法改變這一切 人總是要離開的 但是離開的那一剎那 讓他知道 我們是永遠愛他的 這樣就夠了 好不好 快別這麼說 接下來你要怎麼把這氣氛弄回來 沒事 不是啦 想說什麼 我就喜歡你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是真心的感動 對不對 誰說醜無角就沒有感人的事情 對不對 剛剛鐙輝的故事很感動 就是說我之前也誤會他 因為那個時候 男生喜歡聚在一起抽菸聊天 那有段時間他就在戒菸 叫他抽不抽 他想說你在假鬼假怪什麼 原來他背後 真的有這麼大故事 為了對爸爸的一個承諾 一個約定 這個故事也很難跟男生講起 平常也很難講 因為他當時如果跟我們講這個 大家可能覺得說 你不要假的 對啊 最後有什麼話想對爸爸說 來 我從小到大我應該 如果沒記錯的話 我根本連一句跟我爸我愛你 我都沒說過 我相信他現在在看著我 我想跟我爸說 爸 我愛你 這就對了嘛 謝謝 兩位表現太棒了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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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